真的要 其實這次這件事普京都很傷 其實對普京的威望都很傷 因為說真的你作為一個強人 然後被人冰淋成下木師傅 其實對於普京一個這麼強型的政府來講 真的一天之內就這麼快 其實對於普京的威望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傷的 我很喜歡內國有一幅漫畫的 有一幅畫 他們做一個北極 就是中紅 我們通常說俄羅斯 那這隻紅掉了就假牙下來 假牙下來明顯第一個就是他年紀老了 第二個就根本沒有牙 他以前是厲害的 現在沒有了道 這個漫畫我覺得很好 他聲勢力竭 他喊出來也不是以前那麼清脆的 所以明顯看到是不是真的是英雄慈悟 我們叫做 你是英雄 不過你去到我們整個帝王去到晚期 不要說分不分容 其實只是講魄力 講判斷 其實真的比年輕的時候都是差一點的 其實你看看不要說遠 講近代一點的 對 通常你看到一些在位長的一些 國務局的獨裁者 統治者 去到他晚期的時候 一定是麻煩一點的 通常是什麼呢 通常你那個人在位 在一個最高權力做了那麼久 他一定覺得自己很厲害 是的 而他的想法一定覺得自己是最厲害的 你全部你全部廢物 我最厲害的 通常他做一些很radical 或者很方向的決策 他自己覺得對 近代的例子就是這個Margaret Thatcher Margaret Thatcher的晚期 他去推出人頭稅 Pro-tax 然後他是間接使得保守當年代的分化 其實留歐派脫歐派的分化 其實是來自Margaret Thatcher的晚期 和這個Pro-tax人頭稅 令到他沒有一個相位 通常他有這麼厲害的人 坐了這麼久 他前期打到江山去到後期 通常都會覺得自己是 開始獨裁 其實去到很多的一些訪問 都覺得Margaret Thatcher去到後期 他是完全不聽內閣的人說話 他覺得自己是最厲害的 你那些全部是廢物 我本來打了這麼久的江山 你把我吃掉了 是的 好像有很多老是忽 其實說實話 他把老是忽概念 把他exaggerate 化成的就是這個獨裁者的老的概念 那到普京了 普京他講了一點時代背景 他接任了葉利欣 其實葉利欣在俄羅斯的人民心目中 他的態度印象是非常之差的 首先因為他接手之後 他基本上俄羅斯九十年代是一決不振的 完全是 看到他去到美國白宮 就完全是出醜了 那些人是覺得他是售價的 俄羅斯人是覺得他是 那當突然間普京上場 當然普京一開始都有這個Cursed事件 那到Cursed事件都令到他被俄羅斯大媽都罪了 那時候他那時候也很難堪 是的 但是之後 他是令到俄羅斯的經濟有迴春 也有一個小人春 就是為什麼有break的存在 break就是俄羅斯是其中一個 然後也是俄羅斯靠著他的天然氣 去令到他的經濟去復甦 俄羅斯在2000年代或2010年代的經濟是非常之好的 他那個經濟的投資 很多人去投資俄羅斯的經濟 那當時普京他自己是 你看看他自己所說的 其實他最想做的就是重塑蘇聯 那你見到其實他現在經常做事 都想拿回以前蘇聯的地 但是不過呢 當你代入你是一個俄羅斯人 你的生活在九十年代是很慘 去到2000年代、2010年代 經濟很轉 你的荷包又淺了 然後俄羅斯的生活又好了 還有俄羅斯的國際地位也是提升 因為九十年代的俄羅斯國際地位也是很差的 完全沒有套 要申請淪落到加入北弱 你想想一下 他應該只是說笑而已 然後當你去到普京 它是令到俄羅斯經濟恢復 令到整個俄羅斯的威望 在國際聲望上回去 令到西方覺得你重生是一個威脅的時候 當敵人覺得你是一個威脅做得對 那時候其實你作為一個俄羅斯人 你絕對很支持他 當然你是一個西方國家 它是一個expressionism 當然它就是一個很大的威脅 擴張 當然它不斷打完場 不管國際法去參加一個主權國家 當然是一個錯誤的事情 去到這次了 其實普京由他這個二千年上場 到現在其實他已經作為了二十三年 那你去回到梅德維杰夫 說真的 渣絕也是他來的 其實當一個人去做了一個 威脅人神的一個位置之後 他永遠都覺得自己做事是做得對 第二 而普京一直以來他是相信SSB 是多於相信他的軍勞 而這次入侵俄羅斯的受討論 是由這個SSB去插畫 那變了究竟SSB的情報 其實在這個九十年代是數量得很厲害 到現在SSB跟以前KGB相差多遠呢 現在就沒有一個很確實的數字 或者很確實的情報說出來 但是不過普京他可能會不會是 變了是有一個的 因為他現在是很相信自己的抉擇 他會選擇性地去相信一些對自己有利的情報 可能有些平時 因為對他一些他自己想法 相距的情報 可能是當作聽不到 因為他已經再為了這麼久 因為他開始有獨裁者心理 或者叫做魯士忽的心態 那變了可能會開始 他晚期會做錯越來越多的決定 例如普京這次絕對是 這個烏克蘭戰爭絕對是一個很幸運的決定 對於他來說 對於他來說 對於他來說是一個人頭碎 以及後面令到保守黨分裂 也是一個他做了很草菜的事 當然其他的 例如英國是首相制 首相制 其實基本上你只要一日中在權 你沒有人在黨內推一陣 你可以永遠做首相的 其實你可以 因為首相是沒有任期限制的 其實在近代很多的國家 就算是中國 不說我們的習大大 其實說之前很多代的領導人 其實他做的事情都不是特別長的 不會很長很長 當你江澤民在後面把持了一段時間 但問題是江澤民他不會做一些 很direct的國家決定 他在背後通常都是玩一些權謀 誰上的位 但是正常一些很台面的抉擇 都不是江澤民做出來的 江澤民他做的就是希望人家聽他的話 他就不會直接去影響到一個國家決定 但普京不是 他是全權擁有這個國家 如果近代很多的大國 都很少一些在位 很長導致有一個獨裁者觀念 心態出來的人 而普京是其中一個 因為他作為了太久 開始有一個獨裁者心態 就會相信他自己做的事情 一定是正確的 他會選擇性去相信對自己有利的程度 會做了晚期 就會做了很多的決定 可能再遠一點 可能講這個清朝乾隆皇帝 這個乾隆晚期 很明顯是令到清朝開始衰弱腐敗的起因 他就因為說自己 他經常說自己是十全老人 然後就說自己有幾瓜斃 就自封乾隆盛世 基本上那時候已經有一個獨裁者心 當然是獨裁者 當然是獨裁者 獨裁者心 我相信如果他繼續再任的話 他會做錯越來越多的決定 而因為他的權力太大 他下面那幫人 亦都不會夠膽提醒他 因為他會說 我大哥永哥自己對 你全部不適合聽 那我趕到浪費了 是不是 搏鬧啊 搏炒啊 其實在之後我會覺得 一個慰激人神的人 坐在這麼久的晚期 是一定會出事的